与个哈登和米德会不会在蜜月期后出现争夺老大 导致军行不稳的情况 哈里斯会不会因为球权进一步 息事心事不稳 哈里斯不会 哈里斯他属于老好而行的 他没啥追求 他不是联系当中那个超级地形 像这样的运动员呢 领一份高线 他基本心满意足了 他哪有那么强的争夺心呢 他不甚至都不是谁 他甚至都不是布拉德利比尔 他比那个谁的地位还低 比西在麦克勒姆地位都低 这是很现实的 这个托巴亚斯哈里斯的联系当中啊 属于是高薪低能的球员 西贼甭管咋地 属于是薪水和能力向对等的球员 所以你说托巴亚斯哈里斯的争啥呢 我给你机会你能当大哥呀 还是如何呀 当大哥的话那球队哪有前途呢 你只能说被外界瞧不起 托巴亚斯真说当了一只球队大哥了 外界封平很有可能会比这个 尼克斯目前这个主将兰德尔 混得还要更惨 他防守还没有那么力度的 进攻站这块其实手段也是相当偶欠 所以他不可能说这个挑事的 牺牲你啊 牺牲你我少给你钱吗 只要不少给钱 托巴亚斯哈里斯都能接受 这就是这个级别的运动员 对于自我的定位很清晰 所以说恩彼得和哈登会不会 打着打着 因为队内的这样一种这个地位啊 出现一种纠纷呢 哈登起义是啥呢 来了之后人家已经明确讲了 就是恩彼得是这支球队的领袖 我希望能够助推他取得成果 当然我也是为了我自己 为了整个团队 今后大的未来 哈登话讲得挺明确 这个就不像说之前在加盟篮网的时候 因为加盟篮网 一个是投敌降将 而且遭遇了跟剑断裂 另一个常年 在队内不能干正事嘛 所以哈登去篮网的时候 他没有对的媒体公开讲 我是辅佐多兰特 哈登可能不愿意说丢这个壳子 当时没有这么讲 而且但那会哈登已经事实证明 他人家首选不是篮网 首选就是想要去费城 现在哈登一个是态度表达的明确 再有一点 恩彼得今年80%的概率 是常委赛MVP 接下来剩20场比赛 他只要能够打14场到15场 哪怕休其中5场 MVP都稳的 就这个乔尔彼得 因为有哈登之城 费城没有恩彼得 哈登带队战绩不会太差 战绩只要算还能挺住 现在其实费城战绩不算太可的 比勇士队没多输几场 所以恩彼得基本稳了 他本身就是年轻啊 地位影响力 今年MVP加得分王啊 防守端也有能量啊 你咋撼弄呢 这个就是认清现实了 我感觉哈登 争和不争相比呢 你这争的话就可能一无所获 而且哈登向来是比较理性的 明是非总善恶的 他了解更衣是团结一致 才是正观的第一动力的 所以哈登不会挑事 整个球队一定会向着这个冠军方向 以恩彼得为核心 开始使劲 点赞加关注 感谢您的支持